昆灵虽然嫁给杰伦,养育了两个孩子,但是,她毕竟是90后,还是非常年轻,人也活泼开朗,一看就是,被爱包围着的小公主,她在娱乐圈里,还在平稳的发展中,生完孩子,恢复得很快,已经能投入工作中去了。 最近,她和周冬雨遇到了,两个人照了几张合照,昆灵非常高兴,兴高采烈的和周冬雨合影,笑颜如花,而周冬雨俏皮的摆起了剪刀手,显然也非常喜欢昆灵,很给面子。 两个女明星,一个长相艳丽,一个长相寡淡,相逢的是两个人都有少女感,非常美丽,可以感觉到脸上的胶原蛋白,不知道你们喜欢哪一种。 昆灵混血的五官组合起来,是一种浓烈的美,再加上头发,多还编了辫子,整个人,气质都散发着野性,而周冬雨,就比较甜静,散发着文艺片中,女主人公的冷淡气质。 难怪是女演员,上进的脸蛋线条,十分流畅,脸上没有一丝坠肉,相比之下,天王扫昆灵,就显得有些风鱼和微胖了,不过这样,有一些婴儿肥也不错。 昆灵很想跟大家分享,并且炫耀自己,与七月安生中的,一位拍上了照片。 周冬雨也很调皮的,在他微博底下,发了个表情包。 赞美两人的美貌,要知道,周冬雨,是周杰伦的迷妹。 曾经去过,周董的演唱会,果然当明星,就是好。 连追起星来,都这么便利。 这下和天王扫的距离,都拉得更近了。 估计和周董说上话,也很容易。 他们俩的长相,谁是你的pick呢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